大家好 我是PandaBan 大家好 歡迎收看Panda講SteamSale 在三個星期之前 Steam的秋季減價期間 我開始拍我的wish list 講我自己的wish list 但拍了三集之後 因為病了就不能拍下去了 那時候流感都病得很厲害 發高笑的 三個星期之後 大致上也好回了90% 但竟然還是有少少CUT 但這時候Steam的冬季減價已經開始了 冬季減價大規模 時間長一點 由香港時間20號 凌晨開始 至到1月3號 也有很多東西玩 我都想要有些時間拍回wish list 但今天簡單講了SteamSale期間 大家可以做些什麼 不如wish list 留在這幾天 可以的話就繼續講下去了 看到一來到Steam 這次我開了Steam App的版面 就不是那個website 但在website 在Login看到的東西都應該差不多 你看到我這裡已經有600個Token 我已經做了一些Task 或者Quest的東西 我們可以遊去這裡 出現了一個角色 好像叫做Mayer 不知道是什麼市長 他叫做 進入Steam Fair Steam小鎮看看 這個節日究竟有什麼 進來就是Steam Fair Holiday Market 假日市集 然後主要就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賺這些叫做Festive 捷日Token 捷日金幣 捷日代幣 其中一個5000個金幣 就可以換你下一次 在Steam買的時候 就減40港幣 整張單來計 另外500元 就有這些新的 類似在WhatsApp會動的 Sticker 之前Steam Track裡面 都有一些Emoji之類的 Icon 就不懂得動的 很小顆的 這些就大顆些 有一張會是免費送的 應該是隨機出的 隨著日子一路過 去到26號 就會有一些新的Sticker 去 unlock 也有5000元 可以買你這個特別版的 Steam Profile 應該說特別版的 Steam Profile 包括背景 應該很多東西都會一起轉變 我們可以按一按 去這個 Amaya Carlo這裡 那 朋友就跟我說 這個帳戶是在Steam 整個Steam 這個平台 出現之前 一天就 登記了 不知道 也不太知道 其實這個 是不是 是否 哪個 就是Steam 哪個 員工的 一個 帳戶 特別為這件事 改裝成這樣 我們暫時 不要管它了 先回去 再下來 就有些 Chat Room 這個Chat Room 我不知道是不是 指 我們可以在Steam用的 Group Chat 還是要看這個 Broadcast 的時候 或者是Steam TV 的東西 才可以用 這些就像是 Consumable 直到2月25日 可以用到 一些雪花效果 好像 現在這樣 小小的雪花效果 也是 到26日 Boxing Day 會有更多的 Unlock 再不然 可以買500塊的 特別版 都是特別版 的 可以換 還有 這些就是 不是Stick Card 好像平時 Steam那些 Emoji 或者叫 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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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 都是 有些新Unlock 除此之外 也有存 Steam Trading Card 可以得到 冬季 是今年冬季減價的Batch 隨時可以每花1000個代幣 可以最高升級到15級 下面有個 細節 或者 summary 第一天 其實大家可以做的 簡單來說 也說到這裡 如果Steam減價期間買東西 每10港元 就等於128個Token 我會告訴你 最簡單 首先可以看看 The Good List 就是有一個 節日期間有什麼特別的Task 可以做 這些看到有Tick 就完成了 每天應該會加一個新的 明天 21號的Quest 值100元 我想舊這些 可以補回來做 第一樣 就是 Interact with Steam Lab Interactive Recommender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其實Steam在這一年 都推出了一堆 在Steam Lab的地方 推出了一堆功能 這個 Interactive Recommender 就是 你可以再選擇 大陸的介紹 Dota Underlord Cuphead 給我 選一些冷滿的 真的聽都沒聽 James Town 也不是沒聽過 是一個很舊的遊戲 不是 James Town Plus 新推出的 對 這些puzzle 當然冷滿一點 你看到這堆遊戲 掃下來 到 Automate Chef 都有聽過 Tangle Tower 這個樣子很像 我以前說 Detective Grimmore 可能就是 那個製作人的遊戲 Snake Burr 這裡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特別的新版本 Primer 這樣 可以選 舊一點的遊戲 這些比較舊 這隻都很久了 Terrobot 2013年 還是又新 又大陸的 Unreal Unreal 最新最大陸 再買 Star Wars Jedi Fallen Order Hades 我都遲 接下來會買的 減價我都有 終於等到 Super Giant Games 最新的遊戲 之前在Epic 那邊有 Esclusive 獨享 但現在終於來到Steam 但還在 Earlesis 所以我就考慮 買不買 進來玩完 一陣子 應該會 頭的Tarset 就完成了 第二個就是 Joy Group Chat 那就是 不知道大家以前 有沒有入過 你看到Arquis 我之前 已經有一個 Panda Chat 開了 只是邀請了Arquis 那時候都是試 另外這個 Watch The Lord Burn 我們一會兒會再說 都是group chat 如果大家沒有的話 可以在這裡自己 加一個 邀請朋友 邀請多幾個 就完成了這個Task 再不然按它 How To 就會告訴你怎樣做 應該 那 Make A Wish 加三隻遊戲 Wish List 就不用介紹了 大家都應該懂的 Wish List 在上次減價之後 又再加了一些遊戲 上次我也是買了 Kingdom Rush 那個Bundle 有機會再說 那 另一個Steam Lab的功能 就是這個 Deep Dive 選擇你有的遊戲 然後叫它再介紹一些 雙類似的 例如 Mon Hunter 按進去 它會介紹一些 類似Mon Hunter的遊戲 例如 Dark Souls 進擊的巨人 或者God Eater Guard Eater 都很像 這隻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還是打怪物 似乎 對了 有一個功能 如果大家想打拚一下 如果Steam 很多遊戲都懂 就不太有用 但是 如果你說 想 擴闊一下自己的眼界 進來這裡也不錯 我叫它 類似Far Cry的遊戲 它會介紹一大堆Far Cry給我 其實有些Open World的遊戲 基本上也是 這樣 這裡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會一直 放多一堆遊戲 其實也有其他選擇 例如找一些類似的Tag 或者找一些 有些不同的選項 讓你去調配一下 不是 這個不在這裡詳細 都說了 有興趣可以自己進來 試試 另外 在一個Tag 中 用這些新的Sticker 如果你第一次進來 按這個 Redeem sticker 就會送一個 免費的 新的東西給你 例如我 我 就得到 這隻推禮物 車 Aquus 就得到 這個 曲奇被砌成的電腦 這樣 用了之後 就會又完成這個Task 然後 就看這個 叫做 Ulay Lockburn 我就不太知道 出處是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 或者之後 去查 再跟大家說 這個就比較麻煩 我不知道是不是 操作一定要這樣 按這個 Viewboardcast 嗯 對 它就會彈一個 你的 browser window 出來 你可以 按這個 就可以看這個 木 在燃燒 我不知道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你看這個 public chat 那裡 就很多人在 這樣 在留言 這樣 你可以 按這個 就要在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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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特別之處 是 其實你可以在 這些group chat 當你在那邊 當你在那邊 那邊 然後在group chat 看 就在group chat 就會多了這個 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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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TV 按這個 就在group chat 跟你的朋友 一起看著 木在燃燒 這裏 都可以按 去public chat 有點像 twitch 這個版面 我覺得 那這裏究竟有什麼功能 什麼功用 我就不太知道 同一時間有慢的 一起看 總之 但做齊這些東西 就會完成 這個基本的task 就會有600個token 就是剛才所說 那些token 你可以去買其他的 貼紙 那樣 那樣 一開始 咦 大家快點去做了先的東西 就還有這個steam award 之前上一次抽季 steam sale的期間 大家可以提名 晚上呢 就錄得比較差一點 有八個不同的類別 那麼 回到來抽 冬季節日 這個減價 就可以投票了 那麼 很多game 都 就是game of the year 這裡沒有一隻我玩過 但都被迫著 那麼就投一下吧 那麼VR 我又沒有VR 那也是被迫著投一下吧 那這隻是我 bit saber 我看過的影片 也都是我 有份提名 那麼就投回自己 投回去吧 那樣 label of love 各樣 總之呢 自己進來看看 投回票 因為每個 投一個 個類別 總之投一張票 就會有一張steam的trading card 那trading card 就跟之前一樣 我都很幸運 我都很幸運 我投完一張票 之後 八張需要的卡 我已經拿了七張 那另外就是去 我這裡可以按得來 那也有點難找的 那就是這個 冬季節日期間的trading card 那就是這個 那我只差一張 那也可以去市場買 或者有很多 就可以拿去買 那 那training card方面 除了這樣可以拿 買Game 應該可以拿 還有 再不是呢 就回去 條Q 那裏 現在條Q在哪裏 對啦 這裏 explore一下條Q 你每日可以看三條Q 看完三條Q 應該說 你每看一條Q 就會送一張卡 每日最多送三張 那你之後都還可以看這些Q 不過 再看都不會有 不會有卡 那我這裡很快就 就飛一飛 這些第一堆都是比較新的遊戲 那 Day of Billions 我還有興趣 不過就 還是比較貴 那看完一條Q 我想應該就 哇 NBA 2K 20 仍然是 絕對 那 完成了 看完一條Q 就送多一張 Trading Card 可惜仍然是重複 那 那 你見Steam Sales 現在雖然沒有說 需要那些 部署幾時 買哪隻Game 但也 有不少東西可以玩 這個期間 有興趣的話 儘管來玩一下 那 今天很快說了 這些基本可以做的事先 明天有時間的話 就繼續回來說 Wish List 或者又看看Q 不過 我想先說一下Wish List Q的東西 雖然有些新遊戲比較多 但是 呃 說不到這麼多東西 好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或者有機會 希望明天可以有時間 和有狀態 再拍下去 請到這邊 2.5分 1分 3分 1分 2分 1分 2分 2分 感谢观看